三国时期 司马氏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 司马房生八子 并称司马巴达 巴达中司马懿成就最高 他抵御过诸葛亮的背伐 平定过辽东叛乱 还曾击退过吴兵 到了晚年 更是发动高平陵之变 开始把持朝政 成为了曹魏真正的掌权者 他去世之后 其子司马斯与司马昭相继登上高位 其孙司马延则逼位帝善位 建立西晋 并完成了统一大业 不得不说 司马家族是三国时期 孝道最后的存在 然而 好景不长 司马懿去世六十年后 他的子孙就沦为了工人取乐的奴仆 备受欺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司马家族 司马懿是三国时的名门望族子弟 为了躲避战乱灾难 甘愿折服在曹操脚下几十年 为曹家人出谋划策 深得曹操 曹丕父子二人器重 在曹丕病重时 他成为了脱孤大臣 在曹瑞执政时期 帮助曹魏抵抗诸葛亮北伐的军队 平定辽东叛乱 也曾识破东吴计谋 击退东吴军队 可以说是战功赫赫 面对卫王的猜忌 他能够隐忍退让 懂得自保 在老一辈人都快死光的时候 他又站了出来 在公元249年 发动高平陵政变 把曹魏的江山夺了过来 成为真正的掌权者 在他去世后 司马师和司马昭继续把持朝政 攻略三国 经过两代三人的积累之后 他的孙子司马延 采取位帝而代之 自行称帝建立西晋王朝 并在功伐中消灭了西蜀吾 东吾 完成了中原王朝的大统一 这时距离司马懿去世 已经14年了 司马家族是名门望族 代代出英才 世人皆以为 完成了统一大业的西晋 可以像汉朝一样 成为中国历史上 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然而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 司马懿死后才60年 即永家五年 著名的永家之乱爆发 刚刚曹创几十年的西晋 就遭遇灭顶之灾 所谓永家之乱 有人会感到陌生 其实说白了 他与日后的靖康之变 大同小异 都是被北方边地的 游牧民族杀进中原 攻占国都 只不过 永家之乱比靖康之变 早了800多年 司马懿的子孙 在这场事变中 下场惨痛 子孙结局 西晋王朝开国皇帝 晋武帝司马延 后宫加利 号称超过万数 却只生了18个儿子 其中八人早妖 没有被封王 也就是说 司马延可供选择的 继承人人选 还有十个 已经成年的儿子 司马忠 是司马延的次子 天生于丸 聪明睿智的司马延 怎么会看不明白这一点 那么 他又为什么 在众多皇子中 偏偏选中了他呢 首先一个 很正常的原因是 司马延长子 司马鬼 两岁就夭折了 司马忠 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 嫡长子 按照封建时代的 继承制度 他理所当然 是太子的第一人选 另一个原因是 犬妇生胡子 司马忠愚钝 但是却有个 聪明绝顶的儿子 叫司马裕 某一天 金武帝 登上城楼 看风景 十年 五岁的小孙子 司马裕 拉着祖父的衣襟说 天子 不能站在名处 恐发生意外 金武帝 感到很吃惊 小家伙 年纪不大 却有如此的 远见着实 从司马裕的身上 金武帝 依稀看到了 司马家族 光辉灿烂的明天 金武帝决定 立司马忠为太子 但想不到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傻儿子 最终还是辜负了 老爹的一片苦心 司马忠 究竟有多蠢 两件事足可以说明 司马忠当太子的时候 到后花园游玩 听到池塘里 有青蛙名叫不已 司马忠认真听了一会儿 问身边的侍从 这玩意儿 是为官家叫欢 还是为了私家叫呢 侍从哭笑不得 有人回答说 生在官家的 就是为官家叫 生在私家的 就为私家叫 还有某一年 天下发生饥荒 饿死了很多人 司马忠听说 这件事后 感到不可思议 于是问左右 那些人 为什么不吃肉粥呢 肉粥 在当时的宫廷里 属于档次最低的祸食 估计是司马忠 最讨厌的事物了 最终 司马忠执政无能 导致朝中大权 被太后 皇后家族 全臣把持 自己不过是一个木偶 当年被老爹看好的 皇储司马裕 被外妻贾氏害死 之后 赵王司马伦 以讨伐皇后 贾南风为借口 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八王之乱期间 势力强大者 把司马忠挟持在手 以号令天下 自此 司马忠便被八个王爷 携来过去 一会儿长安 一会儿洛阳 白痴皇帝司马忠 身心俱损 苦不堪眼 公元305年 八王之乱结束 这场动乱 造成数十万人死于非命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城市遭回 土地荒芜 西晋王朝 由此走向衰亡 公元306年 11月17日 司马忠吃了一些饼之后 突然中毒死亡 十年48岁 不过司马忠虽傻 却没有丢了司马家的江山 公元307年 他去世之后 其帝司马赤继位 视为晋怀帝 这时 八王之乱刚刚平定不久 西晋的统治能力严重下降 很多少数民族已经开始称帝 并且试图进军中原 几年之后 一股自称汉 史称汉赵的势力 晋朝内部混乱不断 自然就给了外族 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 在公元311年 匈奴缠于刘聪 带领着匈奴大军南下洛阳 因为洛阳城太坚固 所以刘聪并没有强行攻城 他仅仅只是让士兵 在周边掠夺而已 面对气势汹汹的匈奴大军 司马赤十分害怕 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决定弃城逃跑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就在逃跑的路上 司马赤被刘聪给发现了 他就这样成了匈奴人的俘虏 堂堂一国之君当了别人的俘虏 绝对是一件极其讽刺意味的事 到了匈奴领地之后 司马赤受尽了匈奴人的嘲讽和侮辱 再加上他个性软弱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皇帝 刘聪的父亲刘渊和晋朝交好 所以刘聪也没有对司马赤赶尽杀绝 他不但没有杀司马赤 而且还让司马赤当了小官 沦为亡国之君的司马赤 继承了司马义忍辱负重的性格特点 把活命当成了首要目标 曾经在汉召皇帝刘聪感慨司马家族的内乱时 回答说这是田义 称大汉应天寿命 很好地取悦了刘聪 不但得以活命 还被赐婚 有一次刘聪出城打猎 他一时兴起 就让司马赤变成猎狗 在前面搜寻猎物 还要求他一定要像狗一样叫出来 不然就是欺君 司马赤虽然知道 这是一件非常屈辱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办法不去做 不然他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为了保命 他非常听话地学起了狗教 面对尊严和生命的抉择 司马赤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生命 但是很可笑的是 司马赤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有一次 刘聪在举办宴会的时候 令司马赤穿上灵人的衣服 并让他给权贵针灸 司马赤倒是没说什么 可是他的旧臣们 却记起了亡国之恨 纷纷痛哭流涕 这时原本已经对他放心的刘聪 再次心生忌惮 不久之后将其震杀 虽然司马赤是西晋的亡国之君 但是他却不是西晋皇帝中混得最凄惨的 司马赤被俘之后 司马赤被旧臣携至长安 称皇太子 公元313年 作为俘虏的晋怀帝 最终被前兆皇帝刘聪毒杀 消息传出后 为了延续西汉江山 文武百官在长安 拥立晋敏帝登基 成为西晋第四位皇帝 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当时 晋敏帝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皇帝 但他有光复西晋江山的志向 他向西晋仅有的势力范畴 征召军队和粮草 准备反击前兆 可惜 此时的西晋国苦空虚 缺一少粮 就连文武百官都激困交加 更不要说饱受战乱的平民百姓了 所以 晋敏帝根本无法组建有效的反击力量 为了渡过难关 晋敏帝裁减了皇宫开支 大部分用来充实军队 但只是杯水车薪 公元316年 前兆军队已经逼近和攻打长安 长安城里出现了痴人残剧 心存怜悯的晋敏帝 眼看国魄家王 他不忍心看到百姓再受战乱之苦 决定向前兆投降 晋敏帝命侍从抬着棺材 自己拿着玉玺 出城向前兆皇帝刘聪跪降 晋敏帝抬着棺材的意思 就是要用他自己的命 来换取百姓免受战乱 在场的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 都不禁放声痛哭 前兆皇帝刘聪接受了晋敏帝的投降 享国仅50年的西晋王朝覆灭 不知道汉兆皇帝刘聪是不是有恶趣味 他折辱司马叶的时候更丧心病狂 出门打猎时 让司马叶穿戎装 扮作士兵在前方开路 举办宴会时 让司马叶负责清洗酒杯 如策之时 让司马叶在一旁执马桶盖 司马叶当时才十七八岁 根本不敢反抗 可是即便如此 公元三一八年 前兆皇帝刘聪 在没有任何理由之下 杀死晋敏帝 司马家族通过两代三人的努力 终于在司马叶去世十四年后 让自己的子孙登上了地位 然而 在司马叶去世六十年时 西晋的皇帝就沦为了他国的俘虏 给人侦查倒水 甚至充当最低等的奴隶 假如司马叶死而有灵 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 自己当初的决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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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близ 感谢观看